五位青春洋溢大女孩 一字排開 没仔细看还以为是新女团 想不到他们竟然是 虚拟世界里的电玩女将 手握滑鼠锦丁荧幕 能媒代言的冯一娃 小六开始接触线上游戏 八年玩家资历 晋升职业电竞选手 才二十岁就月薪五万 在我玩游戏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不知啥 然后等我上职业队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这份工作不可能是长久的东西 然后等我第二季 就是打出成绩的时候 他们才觉得 清秀脸庞难脱志气 十九岁的许盛敏 尽管入电竞这行短短不到两年 谈起电竞比赛 俨然专家模样 到了职业队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沟通的技巧 还有一些战术的体系 要去了解那些东西 不过电竞选手不是 敲敲键盘动动手指那么简单 背后得熬过魔鬼训练 一 二 走出队 团练的时间大概就要八到九个小时 然后外加检讨的话 一天大概有可能都会到十二个小时都有可能 体能团练之外还有精神对抗赛 睡觉时间跟别人不一样吧 就一个一个轮流起 所以会可能会到两三点 然后差不多十点就要起床练习 然后要先跑步这样 透过聊天 让他多了解一下 他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下来打给他看 电竞选手打一休二月 新加赛事奖金年薪可打百万 不过台湾拼电竞靠企业不靠政府 恐怕势单力薄 预估在2025年会达到11亿美金 全球各个政府都在做 把它视为是重要的 未来发展的体育项目之一 那台湾的电竞市场 因为这个业者比这个政府脚步还要快 国际电竞运动风气云用 年轻女将也打出自己的百万电竞路 东森台经新闻家明星沈玉腾台北报导